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啥害呀 我们有没有呢 真有 有意无意 看到一个蚊虫 一巴掌打死 惨害呀 厨房里看到蚂蚁 一个手捏死 惨害呀 天天在干 常常在干 哪个人没有呢 小朋友无知 现在在都市里头比较少一点 住在农村 我们从前小的时候住农村 小朋友抓蜻蜓来玩 抓蝴蝶来玩 抓小鸟来玩 一直把他玩死 残害呀 这种残害的意 念头五十阶的烦恼吸气 杀什么 已经养成习惯了 不知不觉 就会伤害一切众生 而且做的真的是非常残酷 那么到什么时候 不但没有伤害众生的行为 念头都没有了 当然这不是普通菩萨 发生大死才能做得好 我们今天要学的 伤害众生的行为 决定不能够再犯 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 如果遇到一些小动物 要来伤害你了 你是不是立刻就要报复你 就把他杀掉了 通常决定是如此 现在学了佛 佛教给我们 不可以 蚊子来咬我 来叮我 过去我做蚊子 也曾经叮过他 他饿了吗 想吃一点东西 我们就供养他一餐 好了 你看 你这个念头就转变过来了 我跟他借云 我供养他 你就不会去杀害他 说实在的话 凡事都离不开因果 这个蚊子 盯我 为什么不盯他呢 他没有欠他的王 我欠他的王 他来盯我 我正好还债 我要把他打死 还欠他一条命 后来麻烦 我还要去偿命来 这都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一切有情众生 哪一个不贪生怕死 今天我们大他小 我们有力量 他们有反抗力量 可是风水轮流转 说不定我们来生的时候 就变成初孙生了 甚至于还不如他了 他那个罪报受完呢 可能来生得人生了 这样生生世世 恩怨惆怅 没完没了 这个现象可悲 觉悟的人 在这一生当中还债 了了 懒儿生在遇到的时候 好同餐好道友 过去的恩怨一笔也够小 不再干了 这真正就 所以诸位一定要想得 世间一切法 唯有佛法真实 所以故人 遇到这个机遇 他什么都能放下 他要把握着这个机会 这个机遇 射掉了 很不容易遇到 开经济上 天天在这里提醒我们 八千万劫难遇遇 八千万劫难遇遇 我们今天在此地 好像听经文法很容易 在座同修 有很多从外国语言到来 他们能体会到不容易 尤其从中国来 听说 情护照非常艰难 还要花这么高的费用 到这来干什么 无非是想听起做经而已 他们能珍惜这个缘分 反而天天在此地里 好像无所谓 这太容易了 有什么稀奇啊 掉以清心 不知道珍惜 错过这个缘分之后 以后你后悔 就磨叽了 纵然 现在科技方便 我们有录像带 你可就听 但是 在电视机里头 听录像带 跟现场完全不一样 许许多多同修都跟我说 跟现场不一样 现场当然不一样 我们一般叫磁场不相同 注意 踏进居思林这个道场 你的感受就不一样 讲堂跟念佛堂 尤其殊胜 这怎么会相同呢 所以 我们明白四世真相 才能真正拔除自己的病根 这个地方十条 每一条 每一句 都必须要 常识七点 听经文法 训修 你才真正明白 先从现行里面去断 断一切我 修一切善 善我的标准 对众生有利的是善 对众生有害的是善 标准是在众生那一面 不是在自己这一面 那么从自身来说呢 对自己有利的是善 对自己有害的也是善 对自己有害的也是善 对自己只有善 没有善 没有善 为什么 佛说了 正常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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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我 我 金刚经 诸位同修都念过 经文 记不住 大概金刚经上讲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的相 都会记得住 佛讲了很多遍 你看看佛说的 无我相 你一起心动念 一起为我 这个我直 没忘了 我直天天在增长 这个东西增长 麻烦可就大了 佛在经上讲 六道从哪里来的 六道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有我直 就有六道 如果说无我呢 无我六道就没有了 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六道轮回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幻象 四圣法界是妄想分别没有执着 四圣法界的幻象 我们要想把自己境界提升 不再搞六道轮回了 希望自己成阿罗汉 成毕之佛 成菩萨 你要把四圣 破掉啊 真正做到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你才能超越轮回 你才能到四圣法界 但是不能出十八截 为什么呢 你还有啊 无我人众生受者 还有这个念头 所以你出不了十八截 要想超越十八截 这个念头也要断掉 也要放下 那就行吧 金刚经 前半部讲 五四相 后半部讲的意思是 五四截 那我截 人截 众生截 受者截 就是这个念头 这种分别没有了 这才能超越十八截 真的也真法截了 啊 佛这些话 我们听了 明白了 懂得了 知道这是什么回事 了 然后肯定啊 佛这些教会 真实教会 我们应当修学 佛讲的是正法 对我们 决定有利 所以对一切众生 不可以有伤害的念头 对于自己的冤情代主 尤其不可以有这个念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念头 这个冤截 截不开 冤家 一截不一截 不要给人截怨 如何化解呢 对冤家们 更应当 关怀他 更应当爱护他 更应当帮助他 人 总是有感情的 别人磨意对我 我以善意对人 久而久之 必一定受感化 反过来说一样的 我以我意对人 人家以善意对我 时间久了 自己惭愧 觉得不好意思 这都是真实的 我学佛 比一般人 确实是来得顺利一点 这佛法理解呢 过去生中的善根 有关系 实际上 在这一生当中 我也受了很多折磨 我在南京念书 同学们都知道 我是很会欺负同学的 看不顺眼的 但是有的时候 广庭大众之下 就侮辱他了 我还有一次 记得印象很深刻 学校里头 画图画比赛 我画了一张画 得第三名 得讲得第三名 我画得不错 我画得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画的是镜屋 我画的是动屋 我画的是动屋 你想想看 我是多么欺负人 我那个同学有涵痒 很了不起 不管我对他怎么样 他一句话不说 他很有定功 可是在背后 他都赞叹过 所以同学长官 他对你赞叹 很佩服啊 我听了难过 不好意思 我还算不错了 一个学期之后 我给他道歉 以后我们成个好朋友 人总会被感化的 我这个忍入波罗蜜 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所以以后我遇到 人家骂我 我也学他了 绝不回口 人家打我 我绝不还手 我很差劲啊 一个学期 差不多四五个月 我才给人家道歉 这么长的时间 我遇到这些人的时候 对付他 用我那个同学性本 我用这个方法来对付别人 对方呢 三天就给我道歉 好快 这是 所以可见的 那些人更性比我利 他三天就能回头 我要搞三四个月才回头 可是我得真是回头 所以我觉得学佛之后 我那个同学是菩萨了 度了我 这个烦恼很重很重啊 是大障碍 凡事不能忍辱 这是我在没有学佛之前 在学校里面 学会忍辱佛罗明 所以这个对于残害众生的念头 要断 我们念头虽然油断不了 习气断不了 行为一定要断 决定不可以做 逐渐逐渐的念头都断掉 那个时候真正是一片慈悲 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决定是平等的慈悲性 慈是愈乐 悲是罢苦 悲是罢苦 两个意思是一桩四起 发互罚信 不惜生命 这个词呢 圣经互罚的人有 我们居士里 进中学会 互罚的人就很多 如果说到不惜生命呢 那就少了 很难找到一个 可是毕竟还有一个 居士林的佛法才有这么兴旺啊 哪一个呢 礼物园居士不惜生命啊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他有感应 有佛菩萨帮助他 有护法神帮助他 否则这个道场 不可能有今天这个样子 前一段时期 杭州东天牧山的祈居寺 他们到这边来参许 向我们汇报 他护持东天牧山道场的经过 那个人也是不惜生命 所以感动 祝福菩萨 护法隆天 帮助他了 真必是赤手空拳啊 一分钱都没有啊 居然在短短四年之间 把这个道场恢复起来 不是祝福菩萨护持 决定做不到啊 他有一个很详细的报告 我们把它做成落箱袋 我看什么时候找一个机会 把这个落箱袋放给你们大家看看 你们看了之后 几乎像神话一样 这个道场 是梁无地时代 宝治公开山 建立的 大家都晓得 宝治公 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再来的 所以这个道场是观音菩萨道场 历代出了不少祖师高僧大德 就是现在 这个山上有佛菩萨 有罗汉 有鬼神 也有畜生 都在这个山上修行 他跟这个山有缘呢 去护持 这个道场 有四十多年未人住了 殿堂都倒塌了 都成了废墟 他上山之后 看了这个样子 大哭一场 发心 拼命也把道场建立起来 那么建道场 需要琴 不错 有些人吹点琴 虽然不多 有多少就见多少 慢慢地见 需要木材 当地管这个山林的 不肯给他了 一根木材都不肯给他了 他回去没办法 在观音菩萨 他回头菩萨面前痛哭 道场是你的 现在怎么办 一根木材 我都找不到 他说那一天晚上 大风大雨 听到外面声音很大 很响 一夜没停 到第二天早晨 一开门的时候 许许多多的大树子 都躺在他那个门前面 不知道从哪里吹来的 自己房子旁边的树 一根都没有损坏 其他地方那个大树 连根拔刀吹到那里 送给他 他拿这些木材 盖这些大树 回复了 比技工啊 还要厉害啊 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欢迎诸位同修啊 到天摩山去参修 这个录像带 我要找时间了 放给你们大家看 不可思议 他这个里面呢 感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说不尽 为什么他有感应 别人没有感应呢 他护发不了命 所以才得 互发生的感应 没有一点私心 没有为自己 完全为佛法为众生 道理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护发 里面还有啊 为自己的念头 就得不到感应了 那 互发生对你的看待 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真正要发心呢 不惜生命 我们的发命 会命 才能够得到 生命不重要 会命重要 所以道场 他现在是恢复了 大概 第一个弥陀孙 在他那里实现 现在他的山上 住了两百多人 日夜念佛不间断了 没有人去讲经 我们这边的录像带 他们大概也收集了一些 每一天 定时播放录像带 大家一起来听见 他们有个电视机 山上没有电 没有开路 这一次来告诉我 我告诉他很好 不要开路 不要拉电线上去 用不住 找麻烦 那么看电视怎么办呢 他们自己有一个小型的发电机 就是汽车上那个引擎的发电机 开电视呢 就把那个发电机打开 发电呢 看电视 听讲经 讲完了之后呢 发电机就关掉 用这个方法 很妙啊 这是真正修行的道场 我们听了之后 也很感动 非常赞叹 鼓励他 我们帮助他 他那个地方 真正是个念火道场 如果心地不诚恳的人 都会被护发声赶下山 对任何人都很恭敬 其实是很慈悲的 对任何人都很恭敬 里面有一些鬼神呢 好像没那么大慈悲心 你要不是真心呢 你在那里住个两三天 就会有麻烦出来了 鬼神会找你麻烦 你决定在那里住不下去 所以这个好啊 这个是鬼神帮助七居四 清除一些不是真正修行的人 都被他赶下去 清除掉了 所以第二个弥陶村 这个念火道 我们要全心全力去拥护他 去帮助他 他能够不惜生命 我们也不能惜财命 我们生命很重要 还不能够牺牲 但是我们的财可以帮助他 他是不惜生命 比我们高一个阶层了 我们不如他了 于一切法不生诽谤 其居是做到 值得我们休息 他真的没有分别心 真的恭敬 因为那山上太苦了 道场建立之后 就希望有出家人去住 不管你是修禅也好 修密也好 修什么也好 只要穿上出家衣服 他就把你当作佛菩萨看待 他没有分别 总希望由出家人住 对出家人非常恭敬 照顾真是无为不至 出家人在这想福 不念福 叫人参禅 叫人念咒 结果都被那些护发生赶下山了 他说怎么赶着呢 在这发丝晚上睡觉 早晨起来的时候 不晓得怎么被人抬到外面水池 或者在坐禅的时候 好像被人推倒了 跌得年轻 这里越肿了 就死一块痛一块 所以都知道 护发生赶踏下山 给其次说 这个地方我不能住 我明天高家要走了 所以最后现在知道了 不是真正念佛人 无论修学哪个发门 那个地方都不能住 都会被这些鬼神赶下山 所以肯定 那个地方是个念佛道场 佛菩萨很慈悲 不悔其行哪 可是那个鬼神不行 他看得不胜眼 所以齐居士真做到 你看他没有分别性 不管修什么发门 他的恭敬供养你 可是鬼神会欠丹 会把你赶下去 因为那里有一些鬼神 齐居士遇到的 从地狱出来的 这些鬼神曾经告诉齐居士 你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讨厌你 也想把你赶走 可是看看你呢 你的心不坏 未为自己 为大众 所以我们从念头转过来帮助你 那也是凡夫 不是圣人的 所以 于一切法 决定不能有毁谤的心 不但是 佛所说的法 不能毁谤 其他宗教里面所说的法 也不能毁谤 我们只可以辨别邪正 用不着毁谤 毁谤就错了 错在哪里呢 错在自己的心不清静 自己的心不平等 自己的心不真诚 禅宗六祖慧能大使 在谭经里面说的好 若真修道人不仅是见过 我们还看是见过 那依他那个标准呢 我们就不是一个真的修道人 这个话怎么讲 真修道人 只顾修自己的觉真心 只顾修自己的清净心 觉悟心 真诚心 一掺杂着 世间过 我们的心就不沉 不静 不平 不平 那么由此可知 世间有没有善悟呢 有 有没有好悟呢 有 我们要在这些不平里面 修平等心啊 修清净心啊 修清净心啊 你才是个真的修道人啊 《华严经》上说的好啊 真正修道人 只有自己一个 只有自己一个 除自己之外 都是善知识 都是祝福菩萨 那 那个真正修行的人呢 叫善才童子啊 善才童子 没有同学啊 他心目当中所见到的 都是善知识 都是祝福菩萨 事先 教导他的 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 有善有悟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通通都有 善才童子 怎么学法呢 真意修行 历史练心 历史经历 所有一些人 所有一些事 通通接触 多看 多听 多接触 在这个里训练自己的 清净平等觉 这叫真意修行 不识是非善悟 都不知道啊 是非善悟 都不知道 那这个人不变成白痴啊 成佛成了白痴 谁也不愿意干了 样样都清楚 样样都明了 这是般若智慧 虽然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他又不分别 不执着 又不起心 不动念 这才叫真修行 我们凡夫不行 凡夫 尽色闻身 样样明了 起心动念 所以不是真修行 无想天人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者 他样样不想得 所以也不行 那叫外道啊 所以这个难就难在真面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又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者 这才叫真修行 成就自己 清净平等觉 清净平等觉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祝福如来 换一句话说 清净平等觉 就成佛了 所以 我们在一切法里面 稍稍深一点 分别执着 就错了 毁谤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要懂得 这一层的深意 所以 真修行人 是不是 一切人 都是善人 一切人 都是佛菩萨 不但一切人是 一切众生 也都是 文成麻衣 都是善知识 都是祝福如来 视线给我看的 所以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静怨当中 祝佛菩萨大慈大悲 做种种视线 警惕我们 触动我们的善根 提起我们的警觉 我们要断一切屋 修一切善 修一切善 善的果报 造一切窝 窝的果报 就不能避免 那一切众生 岂不是祝福菩萨实现的吗 岂不是时时刻刻在独处我们 迷离我们 迷离我们 一心向道 一心向道 就是一心向折 折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让 又不坏世界法 又不回忆众生心 你说这个多圆满 多自然 所以我们才真正能够 稍稍体会一些 普贤菩萨这样的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年 经教的熏习 这些经文常常摆在我们面前 体会不到这个意思 不知道从哪里学起 所以 这么长的时间熏习 今天才稍稍明白 原来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在工作 应酬之中 真是古德所谓的 误了之后 偷偷使道 左右风云 没有 怎么想也想不通 怎么做也做不到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明白之后 我们要发心 无法 不惜生命 特别是出家的同修 要未发妄趣 我们今天稍稍受一点辛苦 就忍受不住了 道义怎么能成功 说实在话 我们今天物质生活的条件 太富裕了 我们学习的环境 很少地方能跟我们相比 也 可是我们自己 还不能够真正用功 依旧放逸 懈怠 怎么说都说不过去 什么原因呢 对自己生命太爱惜了 一点亏都不能说我 一点苦 都受不了 怎么能成功 我在早年修学的环境 不如你们呢 物质条件非常缺乏 你们今天得来的金本太容易了 我们过去念的金本 要收藏啊 我们讲经用的金本 从哪里来呢 课纲板呢 大概你们现在说课纲板 已经很少人知道了 有印了 我们自己去抄金了 自己磕钢板的时候 听众也不多 一两百个人 印一两百份 金本 哪有现在这样好的生活条件 没有 样样都缺乏 可是我们学得很奇迹 学得很快乐 学讲经那段日子 我有一个同学说 学讲经的时候 他晚上睡觉曾经好好的睡过的 没有 睡觉做梦还在学讲经 吃饭 真的不知道味道 全部精神都贯注在学习之中 初学讲经 文化水平很差了 文化水平很差了 我们同学 二十多个人 一半小学水平 念过初中的 大概有七八个人 我好像记得念过大学的就一个 有一个念过专科的 一个念过大学的 大学可能没毕业 一半都小学毕业生 李老师教这个班很了不起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上台讲经 什么教法呢 复讲 完全复讲 决定不可以增加自己的意思 你讲漏掉的没关系 你可不可以夹 你对家的时候 决定不允许 完全照老师的话讲 这老师先讲一遍给我们听 我们听了之后 再完全照他的话讲 那个时候没有落印记 怎么去记 要靠所有同学 老师讲经 我们每个人都记笔记 我这一句记录掉了 你那一句记得了吧 所以所有同学的笔记 拿来提供个奖金的同学 给他去参考 他拿去整理 写出一本完整的讲稿 他就写一个完整的讲稿 讲给我们听 讲给同学听 讲给老师听 讲给老师听 我们听完之后 每一个同学要批评 最后老师做总评 这是第一堂课 然后这些批评 你听了之后 你就改进 各一天再上第二堂课 第二堂课 还是给同学们讲 再批评 第三次上讲台 给大众讲 讲完之后 并不是没事的 讲完之后 老师又召集 召集所有的同学来 做这一次的检讨 改进 这样学法 所以学的每个人 非常非常辛苦 可是还不错 没有一个退心的 都能够勇猛精进 但是能够维持到今天的人 不多了 我们二十几个人当中 维持到现在的 恐怕五个都不到 这是什么原因 不能够离开讲台 你才会成就 如果你有三个月不讲 半年不讲 三个月不讲 生疏了 半年不讲 就不想再讲了 所以诸位想想 人才的培养 多么困难 培训班 我们有这么多同学 将来有几个有成就的 很难说 你要认为 每个同学都有成就 不可能的事情 哪个同学有成就呢 抓住机 绝不放弃讲台 他决定成就 要自己发心 这个就是要发护发心 不失神明 你才能做到 什么都可以牺牲 什么都可以放下 讲经不放下 讲经这段事情 决定不放弃 天天要干 没有人听 找人嘛 找你认识的人 拜托拜托的 来听吧 真的是这个样子 求人来听啊 听了之后 向他请教啊 多批评啊 多指教啊 听听求进步 别人讲经一定要去听 为什么呢 在那时 他有哪些地方讲的好的 我们可以采取 哪些地方讲的不好的 我将来上台要避免 你就需要到东西了 同时 别人讲经来听呢 借发源 所以你们大家都知道 我的发源好 这是真的 可以说在我们同一代 这法词当中 发源没有比我殊胜 什么原因 我肯借源 你不跟众生借源 那源从哪里来 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呀 要跟众生借发源 我曾经跟主义讲过 我到一个寺庙 到一个人道场 进去 这是普通礼节 要去拜佛三拜 我拜的这个三拜 许的愿跟你们不一样 我第一拜 许的愿跟道场有缘 以后我会到这儿讲经 第二拜 拜许的愿跟道场 这个住持的发师 常驻的发师有缘 他们不会嫌弃我 第三拜 我拜许的愿跟道场 所有信徒有缘 我来讲经 他们都来听 我的三拜 跟你们三拜不一样 你们三拜是白败了 我的三拜是有条件的 人有善愿 一定会成就 所以真有弘法性 真有弘法性 真有弘法性 这个语言越极越深 我们的弘法越来越顺利 就这么回事 今天我们接种科技 把我们的语言扩大了 现场讲经 网络 立刻就传播到全世界 同样在这个语言 什么地方打开他的电脑 他都能够受看到 广阶法语 广阶善语 生命不要紧 慧命要紧 肉身不要紧 法身要紧 利益自己的不要紧 利益众生的要紧 常常这样想 我们才真正能够发起 互发性 我们认真努力修学 就是互发 我们学不好 怎么能够让佛法常驻世界 怎么能够帮助众生之物 这个诗句没讲完 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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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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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